6月5日,都市励志偶像剧《熟男养成记》在杭州再次举行了媒体探班 主演杜纯、万茜、高露、刘德凯等人也是极其亮相 剧中结尾处的一场浪漫求婚戏也是首次曝光 铺满玫瑰花瓣的小乔,两人甜蜜的神情勇吻,果然十分的有看头 面对这精心打造的求婚场景,已有女友的杜纯却连连直呼还不够 莫非杜纯早已经在准备向女友杨璐求婚了吗 我觉得我应该比这个要还更浪漫一些吧 对啊,因为我觉得这还,我个人认为可能还不够 因为我觉得,因为我也经历了这么多求婚跟那个结婚的现场了 所以说我觉得我应该会可能经验会更浪漫一些吧 那想象中的婚礼可能是要求婚 求婚是吗 对 求婚首先一是肯定必须要是惊喜来的嘛 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这种,如果像普通人一样 只是在女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然后你突然说出来我要求婚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有点太简单了 我觉得可能要我的话 我还会一开始先制造一些比较麻烦的规定情境 反正可能会先制造一些不在乎 将来不停的会计划 就是不再生意 决定是不平的